我們看法律巴的第三題 這考是考那個分貝 第一個你要稍微記憶一下 我們去定義什麼叫做聲音的強度 聲音的強度呢 怎麼把它算出來的 它指的是每平方公尺幾瓦克 你把它畫起來 每平方公尺多少瓦克 OK 再去做這個衡量的 我們已經告訴你 我們一般人類所能夠聽到的 最小的強度就是這個哀鈴 最小的強度是十的負十二次方 你看單位就知道了 這是平方公尺瓦對不對 一平方公尺裡面 如果有十的負十二次方瓦的話 我們人類就可以聽到的 這樣子 可以了 然後這個D是什麼 其實D是分貝 然後分貝怎麼算呢 就是等於 10乘上ROG I0分之I 這個本身在有分貝 這樣子 可以了 好 那開始看題目了 題目說假設現在有一個氣體 有一個氣體 它去擰底壓 然後一支的時候 一支 發現它是70分貝 70分貝 那請問你 一千支的時候是多少分貝 千萬不要直接乘乘一千 這答案當然是錯的 好 那我們看這個題目 怎麼算 怎麼算 好 第一個 呃 我等一下告訴你一些快速解法 快速解法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公司應該怎麼算 第一個我們先算一下好了 一個氣體到底它的聲音強度到底多少 我們先代個公司 代什麼公司呢 代這個 Di就是70分貝 70會等於 10乘上ROG I0的話就是這個 10的負12次方分之I 這個I就是你的強度 一支氣體的那個強度到底多少 對吧 好 那就先約一分約一分 7 對吧 然後這個呢 可以把它劃緊一下 就變成了 ROG i 減掉 欸 變成加12 因為相除代表相減的意思嘛 對不對 然後它原本應該是減掉 原本應該是減掉 原本應該是減掉 ROG 10的負12次方 啊因為10的負12次方 所以變成加12 看到嗎 好 要把它移過來 所以變成了ROG i ROG i ROG i 就等於 負5 會嗎 因為12一過了 隨便減12 隨便成為負5 所以我知道原來 原來我的i i就等於10的負5次方 會吧 好 那我知道說原來 一支 一支氣體 我的那個聲音強度有這麼強 那現在我有幾支 我有一千支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讓一千倍吧 一千支 所以我就寫我寫的 我就寫D 一千 i 因為一支的話 是10的負5次方 所以現在我有一千支 齁 那點多少 那就等於 10 乘上 ROG 一樣 10的負12次方 等一支 因為是一千支嘛 所以就變成了一千i 所以 變成了一千 乘上 10的負5次方 這樣子 會來齁 所以點多少 我們要等於10 乘上 這個變多少 這個 這個就變成了10的3次方 10的3 變成10的負2 對不對 那就變多少 變成了LOG 10的十四方 對不對 因為上面是2嘛 欸 對不起 上面是負2 負2減掉負10 變成負2加12 變成10 所以變成了LOG 10的十四方 所以變多少 變成了 10乘以10 答案就是100 所以答案就是100分貝 一千支的時候100分貝 那現在有教你一個快速解法 你這樣想這些事情很簡單 一支呢 如果你知道一支是分貝已經給你70了 對不對 正常情況下 10支的話 應該是這個 他的10倍 有看到嗎 一支如果是70的話 10支應該是他10倍 但是問題是 70分貝的10倍要怎麼呈現 就是70再加10 你用LOG去想就知道了 你把LOG相加是大的相成的意思 所以 相成嘛 這其實在乘上10倍 所以相對大相成的意思 聽懂嗎 你也記得我們那個高中 欸 國中的時候有學過 國中理話講聲音的時候 我們說 80分貝或是70分 多倍幾倍 10倍 那100分貝或是80分貝幾倍 是10倍 所以用一模一樣的方法 所以 一千支的話 很明顯當然是70 欸 當然是一支的幾倍 一千倍 一千支 是一支的 一千倍 可是如果你用分貝想的話呢 就變成多少 10加10加10 對不對 那原來一支的話 就有70分貝 那他的一千倍就變成 10加10加10 所以等下多少 打你是100 你這樣算也可以算出嗎 那只是說題目的Y 討厭一點 他不是給你一千支 他給你支250幾支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就必須要 用這個工作下去算 所以我不是說 這個題目 我還在把算月給你看裡面 這邊 以這題目的講話 如果說以這題目的講話 你可以用得出辦法算 你就用那個圖法鏈 剛剛也可以算出來 可是如果Y題目 不是給你那種完整的 那種什麼 一千支啦 一百支的話 而是給你那種很奇怪的數字的話 你還在學多個 還在學多個才可以 這樣子 可以啦 OK OK OK